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座漂亮的滨海城市 大连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 以前是一个小渔村 如今发展成为大都市 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 来到这里的人们都被它当地的海鲜所吸引 海鲜种类也是繁多 总体一个字 花鲜 花鲜大家都知道 很好吃 很鲜很嫩 烤着吃不错 有一种贝壳类的鲜 就跟花鲜有些相似 但个头比花鲜大很多 一个大连手掌那么大 味道很鲜 很嫩 但做不好就容易变肉 嚼不动 这个鲜在我们这里商败 一般都是带壳放在一起的 疼有人来买了会带壳称重算钱 然后再当着你的免法鲜去掉 让你只拎着鲜肉回家做菜吃 这种则在我们沿海城市 这里通常就是炒着吃 因为它很鲜狠 所以饭店里被翻牌的几率相当高 一般一盘在三十几块钱 喝酒 吃饭都不错 如果你来海滨城市有请 一定要尝尝这道菜 其实自己带家做这个成本就将好多了 而且料更足 三十几块可以炒上两大盘 让你吃个糟 大哥炒鸡蛋食材 大哥两只 鸡蛋三个 盐少许 有适量 葱花少许方法 一 大哥买到是被伤半聚壳之后的大哥 先用清水冲洗干净 二 用剪刀把大哥的食管剪开 有的里面会有沙子泥土 把这处理干净 三 再取出内脏 就是发黑的部分 然后斜刀切成适当大小 四 葱切磨 五 把大哥放在大碗里 放入切好的葱末 六 再打住三个鸡蛋 加少许盐 搅打均匀 七 锅里放入适量的油 油一定要热了 才能把搅拌均匀的大哥和鸡蛋倒入锅中 八 成型后 再翻炒几下定型 就可以出锅了 小提示 一 大哥就是比较大的哥 肉大约一个手掌那么大 肉质极其鲜满 炒的时候 就如同炒鸡蛋一样 一定要等锅里的油热了 才能下锅炒 三 炒的时候不能炒很久 定型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打 炒时间长 大哥会变定 嚼不动 这样一盘极鲜的大哥炒鸡蛋 看着时不时就要流口水了 炒大哥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烤火高 不可以炒太久 鸡蛋定型就是熟了 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就能炒得很好吃 更能体现出大哥的鲜美 来大人一定要尝尝这道大哥炒鸡蛋 鲜美好吃 快美食节优质达人十六数2008 这个朋友的手末伤